由于朝韩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等原因,韩国强制要求年龄18岁至35岁的健康男子,必须服兵役至少两年。 不过,很多是零青年怕当兵耽误学业或事业,不愿意服兵役,甚至有人冒着坐牢的风险,想方设法逃避服役。 最近,韩国对兵役制着手改革,情况出现转机。 28日,韩国国防部公布了兵役法修订案和关于替代兵役的法律制定案的主要内容。 这套新的制度,将于2020年1月正式实施。 根据法案,是零青年如果出于良心自由党宗教理由居服兵役的话,可以选择不计部队,而是在教育改道设施服役36个月。 所谓教育改道设施,主要是指监狱、支流所等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36个月,是陆军士兵服役西到二倍,什么是阴阳之反对兵役,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 通俗来说,它指的是因为宗教或者道德原因,拒绝征兆服役。 这群人的信仰和出发点各有不同,但在反对战争,拒绝提枪杀敌这一点上是没有区别的。 韩国国防部指出,陆军士兵服役期,将从目前的21个月,缩短至2021年的18个月,选择替代兵役制的人。 日子也不会轻松,他们将在教育改造设施,也就是监狱中从事催事,发放物资等高强度工作。 根据法案,在最先实施该制度时,相关服役者将统一在教育改造设施服役,等制度完善扎根后,服役单位将扩大到消防署、服役机构等。 而且,在接受国务会议审议和总统批准后,服役时间可在一年的范围内进行调整。 因此,为期36个月的服役时间,可能按情况缩短至24个月,或延长至48个月。 另外,负责审查是否属于替代兵役制度适用对象的审查委员会,将设在国防部之下,替代服役人员保持在每年600名水平。 头一年实施时将选出1200名。 韩国国防部将经过与有关部门协商、法治处审查后,明年初向国会提交法案,刘强、搜得怀中,与抗日老兵合影。 12月13日,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那者国家攻击日。 历史已经过去81年,历史并不封存于档案建设之中。 但是,亲历者的故事再不去听,会随着人的事情而淹没。 幸好,有这样一群人,正在与世界赛跑。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寻访这些够抗战口述史的人,他们终有90后,有期许老人,有学生,有退休干部。 他们进入的也许只是一个人,一个家族都往过。 但让这些略显瀉肉模糊的故事,走出历史迷雾,也许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民间。 老人只回答是与不是,剩下的时间就用直直的眼神看着。 那天我们家知道日本人进城了。 准备逃到国际安全区,精灵大学院校之际者住,在快到学校的地方,遇上了日本兵。 我爸爸和姐姐都被他们打死了。 我吓晕过去了。 醒来以后已经在安全区了。 面对镜头,老人哽咽着讲述那场似乎已经遥远的灾难。 说到一半时,摆摆手,要是自己不愿意再讲了。 武黎松是一些声停止提问和拍摄。 这场一片。 老人名叫常志强,是南京大屠杀的最后一批幸恨者。 新华日经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段门口的塑像,就是以他们一家为原型的。 从2016年开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带着学生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个体生活史项目。 项目酝酿时有114位老人在世。 项目正式启动时有112位老人在世。 今天还剩96位老人,我们不想过于强调大屠杀那几周的记忆,而是希望老人给我们讲述这个事件对他一生的影响。 两年过去了,我们知道,从那场在那里走出来的人,一生都笼罩在南京大屠杀的阴影中。 武黎松说,有一位叫任建平的老人,面对访谈时不说话,或者只回答,是,你不是,剩下的时间。 就用直直的眼神,看着武黎松和学生们,这个老人是金零十三差里的原型,我告诉学生,不用采访了,这个老人对世界非常失望,只是在等待离开。 武黎松说,我们在做灾难口述史的时候,要喝手一些道德,只接受了这一次采访,老人就去世了。 两年来,武黎松带领团队对51位幸存者做了150余次口述史料采集,整理出124万字录一时录稿,制作完成四集纪录片。 每次叫队书稿时,武黎松都会流泪,我特别想对大学生们说,要珍惜现在的和平时代,因为当天崩壁裂时,你能不能活着,是非常随机的一件事。 穿越时空与外公相遇,从家族史挖掘出永安浩杰,1999年的一天,胡瑞颜无意中翻看,老报人一东南日报,发现书中居然有自己的外公。 那一刻,胡瑞颜才知道,外公太力行其实是拿笔杆子的,当时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报人,正是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18年来。 胡瑞颜便寻外公早年的足迹,张超扫描他办过的报刊上的文章,在一份1943年11月6日出版的《东南日报》上,他发现了永安浩杰的报道这对他,甚至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此后,胡瑞颜陆续访问了教育家高石良,书法家赵玉林,战地记者赵嘉欣,讲导事件主要人物陈镇,中国对日民间所陪第一人高雄飞, 从家族史一步步挖掘出掩埋在历史掌河中的永安浩杰,一段被淹没的抗战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 抗战期间,作为福建省政府临时所在地的永安保受磨难,自1938年6月3日起的七年时间,日记空袭永安107加次以上,头代数257年以上,据不完全统计, 造成人员伤亡503人,其中,伤254人,死亡249人,间接死亡512人,造成直接财产损失,起义24275,515人。 1943年11月4日,永安大轰炸,遗击16架头弹,135枚,死亡209人,伤186人,流离失所者4022人。 胡瑞领将文字和影像资料集合成为纪录片《永安浩杰》,揭开东南日报报人群体《永安大轰炸》, 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主任莱德·Christopher·Rand,在华记录,高雄飞,对日民间所陪案等一系列相关事件。 力求回到历史现场,胡瑞领说,穿越时空,我与外公相遇,我努力探索陈寅克先生所说的致使者,应据了解之同情, 这是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的门禁,通过诸种史料文献的比对护证,力求使我的研究接近求真的实实。 从日本老照片里,发现关东军化学部第526部队,这本相册里是日本军官杀人的直接罪行, 左上角的日本军官拿刀,慢慢插入中国挑夫的身体,这个挑夫表情已经非常痛苦了,但是军官根本没有要停下来, 这就是大家熟知的731的魔部队,90后男生邹德怀,做口述史的方法不一样, 他不采访活人,而是选择让老照片说话,用另一种形式记录新华日军的罪行, 作为某网站历史频道的主编,邹德怀积累了5万张老照片,超过300本私人相册, 其中一本记录了关东军化学部第526部队的影像资料, 中国中央档案馆编转的日本帝国主义清华档案资料选编戏剧战与毒气战中记载, 作为关东军最神秘和财忍的化学部队之一,第526部队研究制造化学武器, 不断用俘虏进行毒气试验,并向中国军民驱发射毒气弹以观测效果, 还向731部队提供化学毒气和试验器材,然而,详细证据在日本投降前几乎被全部销毁, 逃过了战后审判,搜集照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最初在东京、大阪等地的跳蚤市场和古董店,搜德怀逃到了一些清华日军的纪念慈悲和军旗, 但始终没买到老照片,一说想买清华日军相册,店主就意识到, 我可能是中国人,对我微笑,就是不愿意卖给我, 随着越来越多的影像资料公之于众,搜德怀越来越有一种责任感, 希望我收集的这些证据,有朝一日能够被世界所知, 让那段不开回首的黑暗历史,永远警醒后人,老人去世前把衣服送给了他, 我们好,咱俩继续做口述历史,近日,第四届口述历史国际周一在北京举办, 在口述历史之夜的讲台上,白发苍苍的齐鸿,身穿着一身淡蓝色的西装, 我穿上杨老先生的衣服,感到身体特别轻,好像他的灵魂附着在了我的身上。 齐鸿身口中的杨老先生,是曾在东北上后救济总署工作的杨曾志, 在与齐鸿身结实的十几年中,杨曾志讲述自己的亲眼新闻, 成为研究日本清华殖民教育的重要史料。在当时维满把日语定为国语的高压下, 杨曾志在一篇作文中,义正词严地写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语, 中华民族的国语就是汉语。杨曾志于2017年去世, 临走前留给齐鸿身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能好, 咱俩继续做口述历史,他的子女按照回族习俗, 把他穿过的衣服送给了齐鸿身,这代表着他继承了养老的思想。 今年74岁的齐鸿身,退休前是辽宁省教育厅的一名普通职员, 刚开始做口述史事工作需要,后来在与日本做历史文化交流时, 他发现,有关买周国的档案是日本人留下的,中国人没有话语权。 于是,齐鸿身开始搜集日本清华殖民教育的口述历史, 用历史亲历者的证言证误,来改变日本殖民者构建的话语体系。 35年来,齐鸿身和团队自筹经费, 对2700亿名日本殖民时期的亲历者做口述访盆, 3000多册老课本,3000多佛人版照片,3万多张直至图片, 证据巨沙城塔。2005年,齐鸿身主编的《见证日本清华殖民教育》出版, 书中收录了1250位老人的口述历史, 他们都是在1897年至1934年间出生的日本清华殖民教育的亲历者。 现在,又过去了13年,齐鸿身搜集的口述历史老人人数又翻了一番, 已达2700多人。这些老人的口述历史和文字资料, 还原了日本当年在东北进行殖民教育的历史事实。 齐鸿身说,要想让历史走出迷雾, 只靠日本人留下的档案材料不行, 只靠宏大叙事,理论推理也不行。 必须用国际上通用的实证研修方法, 请千千万万历史经历者站出来, 用证人,证言,证人说话。 伊朗外长扎里夫图片来源,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环球网报道记者张飞扬, 伊朗外长扎里夫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握持了有关伊朗支持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指控, 称是沙特和美国的行动导致了中东地区危险升级。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16日的报道中称, 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卡塔尔多哈论坛上接受CNBC采访时, 驳斥了伊朗是中东不稳定的根源的观点。 扎里夫称, 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是由沙特阿拉伯及其西方盟友正在执行的错误政策造成的。 扎里夫说,我认为行动比言语更能说明问题, 人们正在目睹造成该地区不稳定的根源。 无论是在也门, 还是在其他地方, 扎里夫所提到的也门内战, 被联合国称为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报道称, 沙特指责也门胡塞叛军应对危机负责, 使得他们得到了德黑兰的支持。 而伊朗则指责沙特领导的空袭行动, 造成数千人死亡。 国际援助组织和各国政府, 一直敦促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国停止空袭。 目前在也门有1200万人面临击了。 5个国际援助组织, 在本月早些时候, 曾发表声明警告说, 如果华盛顿不结束对沙特的支持, 他也将为几十年来最大的饥荒承担责任。 12月13日, 也门问题瑞典河谈落幕, 肖战双方就和台湾必须停火, 换服等问题达成一致。 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 朝着和平耐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是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基础, 是研究全部战争问题, 及战争筹化的出发点。 为我们揭示战争基本规律, 正确认识战争问题, 提供了科学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